那个update跟delete的变化题 两个 其实说真的 这很花时间的 好像备课 可能有时候比上课花的时间 还更多很多备 这个是无法估算时间的 但是呢 因为其实自己做得也愉快 所以这也就不算在内了 那当然这地方的话 所以你要能够把这东西学好 前提是 你自己要跟它培养兴趣 而且你愿意花时间 自然而然 这个没有学不会的 OK 那再来的话呢 update跟delete 我们来demo一下给各位看 大概就是做出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比如说我今天一样去执行 大概执行个五笔左右吧 OK 底下我就增加两个按钮 其实这两个按钮很简单 主要是怎么样 一个update是按下它 它自动更新上面的这个 上面的这个SQL语法 变成update 因为你要自己打 当然也可以啦 从这边自己打 不过你会发现 用这边自己打 打这一串 哇 其实很累人的 所以干脆怎么样 我就按一下一个update 自动产生一个什么 在上面先丢一个自串 这个自串的话呢 就是说update什么 table01 set number 这个number指的是修改 哪一笔呢 修改第一笔记录 所以我按一下 按一下的话 这个是把上面的那个 desp viewplasma变更 但是执行的话 还是从这边执行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按一下 你会发现 按一下执行上面这个SQL语法 你会发现上面的这个number 也会跟着变动 因为我刚刚这个地方 set number等于12了 有没有 OK 那当然如果说update 假设我今天要update的不是number 而是data的话 可以把这个地方改成data 那下面的东西也会变更 如果要把它改回来的话 一样嘛 把它再改回来 有没有 本来12嘛 再把它改 改的话执行 这边又改回来 有没有 那delete的话就是什么 哪一笔记录 比如第一笔记录要删掉的话 delete from table 会有ID 记得这边有个底线 等于1 然后执行它 这个时候第一笔记录就删掉了 那当然记得删掉的时候呢 一样嘛 删完之后呢 还是要把底下的那个list view更新一下 不然你没有更新 资料还是旧的 不会动 OK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update跟delete都做两件事 一个是执行seql 一个是更新底下的东西 其实就是去执行那个update adapter 就是把再执行那个方法一下 OK 那所以呢 这个地方比如delete 哪一笔 比如第二笔 不过你这个地方不能给二了 给二的话呢 那因为那一笔已经不在 可能会发生那个 就是exception 或者 如果你没有catch这个exception 可能就crash掉了 因为我没有去包那个try catch 所以可能会crash掉了 因为我没有去做那个exception的捕捉 OK 把它执行 那这个因为是第二笔 所以第二笔删掉了 大概应该是知道 那个吧 增加两个seql 那要怎么做 基本上呢 因为我加了两个功能 所以view的部分就是两个button 这个update跟delete button 所以基本上呢 我在那个view的地方 增加了两个东西 这个跟这个 那名称的话呢 我用b02 b03 原来是b01 就123好了 这样比较简单 OK 然后呢上面名称稍微变动一下 所以第一个 把view的部分稍微变动一下 第二的话呢 一样 在这边去做findview by id 增加什么 两个button 然后连结这两个button OK 接下来的话呢 那当然也是一样 建两个listener 一个listener是怎么样 就是去做那个 我们update的这个动作 所以update的话呢 当我点击它的时候 它做什么呢 去set 有没有 这个地方的话呢 去把上面的字给变更而已 所以其实实际上 我是把这个里面update的相 原来的这个string update 这个seql语法 把它丢到那个 那个et01里面 这个语法我放哪里 放这里 update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自己再把它加上去 书上都有 讲义上面也有 你就把这两个语法 把它update上去 update上去之后的话呢 那当然 我们执行还是去执行这个 这个b01 所以最后的话呢 一样是按下它 它去执行 所以update 那这边已经没有3了 没有1了 所以这边可能要把它改一下 更新第三笔 然后呢 把它改成多少 改成 把它改成1好了 把它改成1 那如果这个3里面 把它改成1 一样按这个执行 OK 这边就改成1了 那如果说你要更改 资料项目也改成1的话 那你这边变成说set后面的栏位名称 要这边把它改data 后面等于什么呢 就是资料项目1 C 记得外面要包单引号 否则的话呢 会执行失败 OK 好 这里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那相关的变化题 这边好像底下有 M要放什么 V C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